凌书豪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,问题来了,生涯至今,经历了八支球队的林书豪,一共在NBA赚取了多少薪水了呢?在NBA是什么水平呢?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年NBA经历,可林书豪已经经历了六支球队,他的心境也大,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统计。 一是流浪汉阶段,一林赛季,作为林时工,林书豪加盟为勇士,虽然之后被财,在NBA就支付了他47万美元,而在纽约的时候,虽然成了大红大紫的林疯狂,可心经仍只有76万美元。 一二赛季,迎来人生巅峰的林书豪和火箭签下了一至三年2511万的道合同,可惜的是在第三年他被交易到胡人,并度过了一个不月快递赛季。 随后的一五赛季,林书豪一年210万的底薪加盟了黄峰,并重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,至以为他迎来了篮网队开出的三年3600万道合同。 截至目前,混迹了六支球队的林书豪,一共从NBA赚取到了6446万美元的总金资。 事实上,NBA对于林书豪来说还是很公平的,无论是临时工阶段的勇士和纽约,当时球队给出的身价符合他的表现,而在榜、方后的两份合同也基本上匹配他的身价。 唯一可惜的是,在黄峰重新证明自己那一年的工资还是偏低,综合以上种种。 虽然林书豪的名气不小,但他的工资水平,也就是一个蓝领球员的标准。 一把赛季,又到了林书豪的合同年,也期待林书豪能够打出出色表现,拿到另一份大合同。 大家觉得以林书豪表现来说,他的薪水是偏高还是偏低呢?